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角色太有魅力了 如果我的感情我是那样的就一定特别好 很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我不想在我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我后悔 我觉得后悔我这个二十岁的年龄 有一些事情是我没有亲历过的 我不想做那样的人 每个人都是有个祈福的 不可能一直后悔 不可能一直这样 所以珍惜这个时间吧 杨阳并非第一次登上北京青年周刊 上一次是2010年 新版《红楼梦》播出后 当时她还获得过由杂志主办的《红人榜》颁奖里的最佳新人奖 六年过去了 《彼时的青色少年》已成为当红的人气明星 这次拍摄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杨阳阳与导演张黎一起登上杂志同期封面 缘分是因为杨阳在张黎导演的玄幻剧《舞动乾坤》中出任男主角 如果盘点一下杨阳的2016 从年初登上春晚 到赴雅典传递奥运圣火 再到微微一笑很清晨的热播 以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刷新国产爱情电影的票房记录 一直到年底加盟张黎新作 杨阳的这一年可谓是成绩斐然 所以杨阳如果2016年让你自己给自己写一个个人鉴定会怎么写呢 算是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吧 因为之前拍的一些作品 也在今年都有一个为大家认可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幸福的时刻 就是当自己演角色能够让大家的喜欢的时候 我就更加有自信心 对 因为毕竟自己是个演员 也希望有很多新鲜的角色能够让自己去尝试 也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在等待着自己 对 这是你的自我鉴定 我们从旁观者来就会觉得 你今天社内的领域比较多 是不是 你看这个作品是一个电视一个电影 然后又春晚这个是第一次上 所以当时你接到春晚的通知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 不敢相信吧 对 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那么快地就接近 或者是站上春晚这样的一个舞台 因为小的时候确实有一个春晚的梦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舞蹈演员 所以希望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哪怕是作为不做最中间的那个人 就是群舞最旁边的那个人 只要参与一下 只要能够参与就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想到自己作为演员还第一次 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去表演那么感人的一首歌 对 这是让自己没有想象到的 所以当时跟我说 游戏能够上春晚的舞台真的是 确实很激动也很开心 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给了春晚 就是春晚一有安排的话就及时要去 对 就不想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感人 你在唱到某一段落的时候已经流泪了 是因为歌词很有代入感吧 对 会有很多的代入感吧 因为之前其实离家的时候是比较小的 而且也那个时候算是自己成长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段吧 对 但那个时期呢 爸妈都不在自己身边 对 从小就在军校学习 对 其实还是挺怀念 如果那时候是普通的那种夜宵生活 就是有爸妈陪他身边 就也是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 对 我记得歌词好像有一句 就是说这个父子心中都有满满的爱 但是可能都没有去表达出来 所以你平时就是在父母面前 是一个愿意表达的孩子吗 我觉得亲口说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我爱你 或者是我爱你们这样的话 对 但是近几年我是逐渐地在 慢慢地在改变 我可能也是自己这几年 也是慢慢地没有太多的时间陪自己的父母了 所以更想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 就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就说出来 那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进步 就是你可以通过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了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比如说先发信息 对 先发信息 因为就觉得用文字写 可能更容易能表达出来 对 也是 我也有那样的一个过程 也是先从发信息开始 就是比如说爱你们 这样 爱之后呢 还有现在每次基本上见到爸妈的时候 都会第一面都是会跟他们拥抱一下 对 后来出去工作的时候 也会跟他们拥抱一下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唱父子这首歌的时候 可能跟这个父子相处的很多画面 都会历历在目 我觉得父爱是真的很伟大的 那个和母爱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比如说和母亲之间呢 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妈妈也会就是母亲嘛 会念叨一些 对 就是说起来就轻松一些 但是父亲呢 有的时候想说那样的一句话 就真的是很难说出口 你在妈妈面前是可以撒娇的吗 小的时候会撒娇 长大了就现在也很难了吧 不会撒娇了 对 因为觉得已经长大了 对 因为我觉得跟别的孩子相比 你是过早的尝到了跟父母这种离别的滋味 11岁就来了北京去了这个军艺 所以你还记得第一次离别的那个情景吗 应该就是他们送你来军艺了 送我来军艺 我记得挺清楚的是 我爸妈那个时候特别听老师的话 嗯 老师说第二天或第三天 我们就大家一起要出去军训了 去部队军训 后来我爸妈老师说 家长就不要跟着了 家长就不能跟着了 今天就得走 已经封闭式训练了开始 后来我妈妈又特别听话 就回回家了 对 他们很实在 但是我看到我下福的那个同学 她的妈妈还在的时候 就还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还帮她洗袜子啊什么的 她去见她妈妈的时候 那个时候瞬间就很难受 对啊 记住傍晚的时候 别的家长都来了 对对对 就很难受 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他们 而且当时面对的那些小伙伴呢 都是一些新的一些人 就是会有距离感 也不习惯那样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那当时那爸爸妈妈就走了 然后还记得那种情景吗 嗯 当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那个 我记得我是睡的上铺 边吃零食边流泪 因为爸爸给我们带了很多零食 对 边吃零食边流泪 就很难受 对 还挺想让他们留下来 对 所以后来看见别的爸爸妈妈过来 还给送水果啊 然后像你说又给洗袜子 就洗袜子啊 拿些臭袜子回去 对 就更难受了 主要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 没人给我洗袜子 嗯 听说你 听说你还给爸爸打个电话 就是说了这种情景哈 然后 然后爸爸说是军训之后来看你 嗯 对对对 后来是他来看你来了吗 来了 来看了 嗯 你当时是还有要求吗 一定让他给你带一个什么东西 吃的 就汉堡包 哈哈哈哈 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去给我带汉堡包 嗯 但是真的把汉堡包拿过来的时候 其实本来想的一度的要速速苦的哈 但其实吃上了也就忘了那些了是吗 嗯 我觉得小孩那时候 嗯 吃上了自己想吃的东西 就已经是一个很满足的事情 就会忘掉很多 嗯 但是 那天是我和我爸 我爸买好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们俩到学校那食堂 食堂里边就一个人都没有 哦 后来我和我爸就坐在那儿 嗯 就在那吃那个汉堡包 哈哈哈哈 就还是挺不想让他回去的 是 那你看在军毅上学很多年嘛 可能每次都要面临 比如说这个寒暑假呀 或者节假日 这个跟父母的分别 每一次分别 都会很难受吗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 确实 会 有这种 不想 不想离别的这种感觉 嗯 那到之后呢 和一些小伙伴们慢慢熟了之后啊 就是 也不想 被大人约束的那种感觉 对 慢慢的其实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 你更要自由的空间 更要自由的空间 嗯 就是希望跟 一些小朋友在一起玩 这样 嗯 但是到四年级的时候 是爸爸妈妈 他们等于来北京陪读了 因为那次你受伤了 是吧 是我妈来北京陪读了 妈妈来陪读了 嗯 那时候 嗯 因为 四五年级 五年级就是要毕业考了嘛 嗯 那个时候 嗯 家长还是希望 能够把我的一些饮食啊 什么的 就是更加调理好一点 就怕我自己身体会 呃 会 垮掉 因为其实练舞蹈还是挺累的 嗯 嗯 但那次受伤是比较严重吗 腰部受伤 腰部受伤 是吧 嗯 嗯 那个时候停了一个月吧 嗯 没怎么上课 嗯 但老师对你还不错哈 把老师的这个一个重点作品里面 就你该有的位置一直给你保留着 嗯 嗯 对对 那个作品叫海燕 啊 记得这么清楚 嗯 我一个多月没上课 回来之后 嗯 回去练了几天之后 接着考试 嗯 嗯 但那段腰伤的时候 爸爸是 每天要陪你去香山那边里聊吗 对 爸爸陪着我 嗯 就是每天要开车开到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对于 对 本来对北京就不熟 而且我们学校也不让我们出来 其实挺开心的 嗯 对 因为觉得 对 要不你天天上去跟队管得很紧 和爸妈在一起啊 坐着车 去那个看病的地方 就是看病的那个地方呢 是有专门的按摩老师给你按摩 嗯 还挺就是 还挺享受的 是我想你 你的心里的潜台词就想 哎呀 这个病有点慢点好会更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其实你当时的伤也没有完全养好吧 现在是还有一些后 没有养症 嗯 我去检查过 就是在 经典吧 去检查过腰部 我那个时候那个 拍出来的片子 医生看了之后 说是我的骨头 那个中间有两处骨折 嗯 对骨折就是已经就好不了了 也长不上了 对就是 所以当时小 就是好像是脆骨吧 嗯 对 可能当时也是小哈 没有太在意 小的时候 我都没有 没有 没有觉得自己 自己受伤了 该去医院什么的那样的想法 嗯 觉得自己是个男孩 就是这种伤 什么的 可以挺过来 也不去看医生什么的 但是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还是挺后悔的 嗯 就是因为 身上会有很多的 小的一些毛病啊 嗯 对自己也会不舒服 如果小的时候 会注意一点的话 现在那些都不是一个困扰 嗯 那爸爸妈妈也会更心疼吗 哎 爸妈 对爸妈 嗯 但是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选的路嘛 嗯 我自己选择要去 北京上学 要上 这样的一所 院校 对 我觉得 我自己是无怨无悔的 那他们也是很支持我的 嗯 杨阳1991年生于上海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2003集舞蹈系 他的个性兼具南方人的细腻温润和北方人的坚韧独立 而后者的炼成要得益于他在军艺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在军艺的这几年的生活对你个性的养成是很有帮助啊 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而且我其实挺感谢那段经历的 我觉得对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是 是一笔财富吧 对 别人没有的 但是我拥有 但是虽然有遗憾就是 呃 没有别人的那种普通院校的生活啊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应该 呃 很轻松的跟小伙伴出去放学的时候 就出去玩 或者是轻松的出去 嗯 就简单的逛个超市什么那种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在军艺都是没有的 对 是一个封闭化的管理 嗯 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 呃 一个月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 嗯 就是那样 那每天要五点五点半左右是吧 起床吗 五点五十起床 嗯 之后六点十分赶到练工房练早工 啊 紧接着练完之后差不多六点五十吧 七点啊 之后呢 吃一下早饭 七点半左右集合去上课 七点四十到第一节课的教室 换好衣服 或者是 呃 如果是练功课的话 就换好衣服 等着老师 如果是文化学的话 就是七点四十到文化教室 八点钟开始上课 嗯 对 早上是 两节算是一大课 一共有 早上是有两大课 下午也是有两 也是有两节大课 晚上呢就是 有的时候会有专业课 有的时候会有文化课 嗯 那有的时候又会 没有课 但是没有课呢 通常都是大家学生们 嗯 一起去训练 对 就这样 对 但我觉得这就是军 军校嘛 对你的这种养成 嗯 一个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 还有就是这种吃苦的精神哈 比如说就你们这个练功课 夏天 据说老师让你们每个人要带几件T恤去练的 是吧 对 我们自己得带 一节课就得带三件的练功服 嗯 嗯 而且那个教室全部都是汗水 是在室内 室内 嗯 而且也没有空调啊 也没有电风扇 对 就是开始窗户 嗯 有的时候就特别期待有有风 嗯 嗯 都是这样 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 就那个时候 觉得 其实 空调对于自己来说 没有什么作用 对 因为 出汗 当 当出汗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已经 没有什么感觉了 对 所以当时也不觉得苦 就是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对 没有觉得苦 觉得这是 每天都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 每天都会 按部就班的在那执行着 在那自己去训练着 因为 那个时候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梦想的一个 嗯 追求吧 是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也是特别努力 另外也是不服输那种 因为当时考上的时候是自费生 专业技术跟别人来说 属于应该一般的 不是一般 就是自身条件 舞蹈条件是好的 嗯 但是 基本功 我没有 我就等于是一张白纸 嗯 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考不上的 因为 大家都是 每一个小学 小朋友 都是特别的专业 就是 他站在那儿 那种感觉就是 学了好多年的样子 我呢 我站到那儿 我 老师当时说 你倒立一下 你们大家一起倒立 好 我们转过身 集体 一排倒立 我就 我不会 考试的时候 我就 不会 但是我还是要倒立 我先看他们怎么做 但是我上去的时候 我的手支撑不住自己 我就 叮当一下 我就 哐的一下 就摔到地上 而当时我就很尴尬 所有的学生 男女同学在一起 在那儿 倒立的姿势 在那儿坐着 而我就是一个人 震过来就是 站着看着老师们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心里就是 瞬间就有个落差了 虽然倒立没倒好 但是最后还是录取了 据说老师也看 看中你是一张白纸 好调教是吧 之后老师说我说 其实一张白纸更好去教 因为 比如说 别的一些小孩 跟别的老师学的 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毛病 对 在你们军艺跳舞的时候 能跳到中间的位置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你最开始 一定是从边上开始 是吗 对 最开始是最旁边的那个人 然后慢慢到这个 中间 中间 一直到最中间 自己下定决心 说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站到中间 一定要成为 最中间的那个人 对 因为军艺那时候 是分自肺生和公肺生 公肺生就是 毕业之后直接分到军区 就是国家培养你 毕业之后直接分到军区 有工作这样的 自肺生呢 就是你自己要交学费 毕业了之后 就是你想去考大学 或者是有军区来收你 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自己选择性更多 对 当时就是觉得 觉得自己 为什么会成为自肺生 对 所以一定要争一口气 就是很不懂 当时 因为现在说 就觉得当时 嗯 看很多 跟跟很多 小朋友在一起啊 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 那 为什么会成为自肺生呢 嗯 所以就一定要 从一张白纸 一定要站到最中间的为止 那从这个最边上到最中间的位置 用了多长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吧 是在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嗯 就站到中间 成为了 呃 专业第一 嗯 而且连续几次考第一是吧 之后一直都是第一 嗯 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那些小孩 每个人都是付出很多的 嗯 嗯 那 我觉得 呃 自己可能就是 运气好一点 站到中间 我觉得运气可能是一方面 但是这个努力 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比如说 当别人休息的时候 你还会自己偷偷的去练功吗 呃 会有 会有 对 我自己的 领悟性 还是 嗯 接收的是比较快的 嗯 对 老师说什么 我嗯 第一下说的问题 我第二下会及时的就改过来 比如说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嗯 对 所以有一位老师就评价你哈 说 你是他50年来见到的最努力的学生 那个时候老师说是 嗯 50年以来 就是 条件最好的 啊 条件最好的 身体条件 对 但是老师也说过 其实条件好 人就会容易这个 比如侥幸的心理或放松哈 但是你是他见过条件好又努力的学生 嗯 我偷懒的时候都是偷偷偷懒 啊 你还比较这个有小聪明哈 嗯 当然了 那个时候 都会有啊 我觉得一个男孩 对 都会有 但虽然一直是第一 可能也会为未来去想吧 你有没有想到就继续这么跳下去 最后能跳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其实很现实 自己也想过 短期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拿一个奖 对 舞蹈也没有 拿一个金奖 嗯 但是我们那一届是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 有一些舞蹈比赛是两年一次 而你是要代表 学校去拿奖的 但是我们那一届呢 是正好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 有那样的一个比赛 在我们那一届 之后 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 我在准备 韩国的一个国际舞蹈比赛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正好 我又被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剧组选中了 所以 我的之后的一些 就 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吧 对 就是命运在这非常有戏剧性 哈 这也是让你在春满剧组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 就是小的舞蹈演员 可能也会 那个时候会百感交集吧 因为 如果你一直做舞蹈演员的话 可能有一天 也会登上春满的舞台 其实自己也带入了一下 嗯 就换了一个想法 如果那个中间站着的是我 那我 哎呀 会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很努力 对 对 都很想去表现自己 对 所以如果做舞蹈演员的话呢 春满也可能登上去 也可能上不了哈 所以这个时候命运就让你一个 以演员的身份开始 但是又登上了这个舞台 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有戏剧性 所以自己都没有 没有想象过 这个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嗯 以前只是 会有梦想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 要站到春满的舞台 因为那个是 等于是最高的一个舞台了 肯定是想去跳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舞蹈 作为领舞 嗯 那样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对 对 但是那样的一个 幻想破灭了 紧接着今年 能够让我以演员的身份 站到舞台上去唱歌 嗯 就真的是很有戏剧性 我觉得 2007年春节前 新版《红楼梦》剧组 去解放军艺术学院选演员 挑选了包括 杨阳在内的六名学生 经过两个月的专业培训 杨阳最终被导演李绍红选中 成为成年贾宝玉的扮演者 据说当时这个剧组去军艺选演员的时候 你还没多大兴趣 对 嗯 就是想好好地跳舞 好好地去准备舞蹈比赛 之后呢 因为我在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被我们那一集的 就是尾培的那个前线文工团 南京前线文工团 特招 招到了那个团里 对 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拿工资 嗯 对 就是 之后一直拿工资 哦 还给父母发红包呢 会 会 炫耀一下 对啊 我也是有工资的人了 不用你们给钱了 当然 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不 开始我一拿到工资的时候 就 不要他们的钱了 对 就开始自己 嗯 拿着钱 这样的 过年的时候也会给 呃 家里人 或是 弟弟妹妹 包红包 所以这个《进入红楼梦》这个剧组啊 与宝玉的牵手 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了 嗯 当最后定下来你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情是怎样 纠结 嗯 因为不想放弃 嗯 没有 没有 没有勇气去踏入一个新的圈子 因为那个圈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的 而且要从头开始要重新学 哎 我我做事情我希望自己是能够有把握的 是准备好的 那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是 就是要演我是贾宝玉的扮演者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评论的声音 嗯 而且那个时候自己又很小 也会去网上看那些评论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杂念也多 杂念会会多 也想过要放弃 也想过为什么 嗯 也想过 如果现在跟我之前那些同学 在文工团一定很轻松 对 嗯 但是演戏又是一个全新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啊 第一次演戏只能本色吧 但是这个人物又离你很远 第一次演戏 所以 得感谢导演啊 感谢剧组的每一个 得感谢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对 就是一个大家庭 而且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 让我在 像是在上大学一样 表演课 一步一步学习 更加的直接 对 所以那个时候很想去努力的完成好 一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用力了 用尽全力了 嗯 悟性可能不太高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就是 呃 会放不开自己 也会紧张 嗯 就当我那个时候在 面对一些媒体 或者是 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那很自然 那个时候你才十七八岁 是吧 对 就面对镜头就会 有压力 对 我看前不久这个 你演《红楼梦》的一场戏 呃 就这两天大家还在说这个话题 有一场 宝玉大婚的那场戏 演完 当时就昏倒了 是吧 对 因为那场戏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场戏 嗯 哭泣 哭泣 是情绪最爆发的一个点 嗯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这种表演的训练 更多的只能想自己的 伤心的事 是吗 自己伤心事其实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那 那个时候很小 没什么伤心的事好想 那怎么办呢 演这个哭泣 真的是 靠邵宏导演 嗯 邵宏导演就是 一步一步的教 他用话去刺激我 他会从生活中 去让你带入进去 就比如说 那场戏 你如果你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 被别人这样骗了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导演在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在听 后来我再去想 如果我自己被我身边的人 被我爸妈 或者是被我朋友 喜欢的朋友欺骗 我会是什么样的 对 后来那个时候就 让自己一下就沉进去 沉进去了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太投入了 所以才会有昏倒 这部戏 其实会有大家很多的心血 导演希望每一个镜头 都是最完美的 嗯 我刚开始演的那几片的时候 也是有哭 但是 我觉得 肯定是达不到导演的 那个要求的 所以导演之后 更加的去触动我 对 我觉得是触动到我了 所以《红热梦》这次表演 对你来说也不仅仅是一次 一个角色 一次演出 它也是给你打下了一个 比较夯实的这样一个基础 嗯 可以说 可以说是这样的 嗯 对 让我知道了 让我知道了 剧组是 剧组是什么样的 嗯 是 很有趣 嗯 很 很温暖 对 大家都是有感情的 虽然每个行业都会有感情 但是 那个时候觉得就很新鲜 很好奇 很有趣 对 那这个 走出这个《红热梦》剧组的时候 是不是要面临演员和这个舞蹈 演员之间的这种抉择呢 其实在演《红热梦》的时候 在踏出要去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就已经抉择 就等于 选择了自己新的一条路 嗯 但那个时候 你觉得这个 这个 心情的比例是怎样 一方面 对这个未知的东西很兴奋 是吧 当然对这个舞蹈 也有留恋 就是抱着 就是 勇敢地去 去尝试一下 勇敢 就 要有勇气 我觉得男生 对 就自己选择的 是我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择的 没有到处问老师 因为《红热梦》我差不多拍了 有两年 如果我那个时候 还是想回去跳舞的话 这两年 我虽然自己练功 但是肯定回去的时候 又有新的一些 舞蹈跳得更好的人 那我那样的话 我那时候已经老了 就觉得是这样 因为不是正规的那种训练了嘛 所以自己会有个选择 所以做了这个抉择之后 可能还要面临这个 人生还有变数 因为在正常来看 能演的《红热梦》这种 很受瞩目的戏 未来可能会一片坦途 一帆风顺 对 一帆风顺 但实际上 有将近四五年的时间 是有点迷茫的 因为演的作品 演的角色 大家都没有记住 也没有那么关注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那个时候 我突然就让大家全都知道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 突然有那么多人关注你 也会很开心 但到之后再去演一些角色 可能就成 就是自己内心就是 静不下来了 对 再去想演一些角色的时候 可能就会 表现的就没有那么的好 对 所以有那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成长的一个 挺好的一个阶段 其实现在看 这个过程是成长 是阅历 但是当下那个时候 也很煎熬吧 煎熬 可以说是 我始终对自己 都是有信心的 虽然那个时候 会看着身边的一些朋友 一个一个演了更多 比较好的一些作品 自己也很奢望 也很着急 对 但是总是相信 有那样的一个角色 有更好的一些作品 是我可以去挑战的 2015年对杨阳来说 是忙碌和收获的一年 主演的古装武侠剧《少年四大名补》 和电影《佐尔》相继跟大家见面 4月杨阳参与录制的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播出 6月杨阳凭借在继播剧《盗墓笔记》中扮演的小哥张启琳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7月青春偶像剧《旋风少女》热播 这是杨阳首部担当男一号的时装剧 所以这个转折点应该是《盗墓笔记》吗 可以说是 我觉得《盗墓笔记》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张启琳是我最好的兄弟了吧 因为那个角色就让更多的人会知道了我 但是据说这个角色从这个《市装》到这个敲定你来演 也要经历有三个月的历程吗 有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所以你一直很忐忑吧 因为 当然 因为不一定觉得这个角色就会受不住 因为有很多人都想演那个角色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作为一个男生 都是很想去让自己去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对 也没有想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吧 就是抱着很平和的心态 听说是三叔最后这个确定的你 和三叔我们一起在上海见过一次面 上海见过一次面 对对对 那时候提前让自己进入状态 也不敢说话 本身你就有点慢热 也不太敢说话 本身就有点慢热 那个角色正好也是没有什么语言的一个角色 所以那时候你不是故意的吧 我可以说不是故意的 因为首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的跟第一次见面的人 去用哪种方式去交流 但是真的拿到这个角色 从表演上的难度 就像刚才你说 张启玲是一个没有多少表情的 然后 因为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表情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没有表情怎么演 那个时候很困扰你吗 那时候也会有些纠结吧 因为演戏的过程中 大家都是有各自的那种表情 什么都是 就我总是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也会想 哎呦这样子演 会不会是面瘫 会不会演得太庄 但是 当自己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然后又回看 回想一下 书里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那样的一个人物 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对 哪怕别人会觉得 你都不需要什么表情 就可以去演这样的角色 就是 就是一个面瘫的角色 对啊 你都不用做表情的 那我觉得 我是在还原原著 而且据说当时周边的人 也跟你支招 因为那个时候 来自星星的你特别火 还让你按照这个都敏俊 有人说 你就按照都敏俊那个方式去演 你看了吗 但我想象一下 张启玲 比都敏俊要强大太多了 对 不一样的 都敏俊在 都敏俊他有情节 帮你推进 他会有情节 他会在 就是当你 他突然会给你一下笑的那种感觉 给你个微笑 给你个笑 但张启玲基本上就是没有笑的 对 所以你最后给自己一个原则 我就尊重原著来演 对 哪怕最后观众会觉得 这是一个面摊 你演的太壮了 那我就走那个极端 因为书里就是那样写的 嗯 我不会 既然我演了这个IP 既然我演了这样的一个 有作者写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就会尊重他 对 事后从大家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至少那个时候我出去的时候 大家会说 哇 张启玲 有人开始认出你了 对 张启玲 对 就是你去银行办事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个你都知道 我的天哪 我不是在你旁边安了密探吗 天哪 这个都知道 好吓人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欣慰的事 对 当时觉得很开心 好高兴 其实说到这种高冷的角色 这两三年里面 你还接触过很多类似的角色 但是同样是高冷 它在冷的这个层次上是有不同的 比如你解释一下 一个是少年四大名谱里的无情 然后包括这个 微微一笑很清晨中的萧奈 对 还有泽尔里的许易 就是同样是冷 你觉得他们的层次有什么不同 首先每个角色 他们的经历就不一样 对 有有笑草 有那种从小就没什么钱 就是一心想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的 那样的一个角色弱白 还有就是 从小就是 很可以说是在一个书香门地中长大的 自身有儒雅 一点的消耐的这样一个选色 对 他们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 中心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都是暖的 即使冷 他们都是冷到 冷是外在 冷是外在 嗯 都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它非常的暖 对 只是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演无情就是觉得她无情无情 因为她是被感情伤了的 曲艺前妻其实是暖的吧 嗯 很阳光的 很青春的 对 很有朝气 之后是因为出现了那样的一个人 嗯 嗯 就是堕落了 对 就是颓废 嗯 就是 有一点坏坏的那种就是不相信爱情 嗯 若白就是可以说是默默地一直在守护 守护这一步 嗯 肖奈呢 肖奈我觉得她有点冷幽默你发现了没有 肖奈的语言是非常有趣的 嗯非常有趣 一句话就能 就真的是 能 能 能让你就是 哑口无言 就很有趣 很聊 撩你 嗯 我自己看的时候 看剧本 或者在演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这个角色 太有魅力 呃 如果我的感情 我是那样的 就一定特别好 对 很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我在等你 其实你跟肖奈也有相通的地方吧 她那么会聊 你没发现吗 现在粉丝们也都说你很会聊哦 那是 那应该是演了肖奈之后 嗯 学习到了一些精神 她的角色有的时候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影响 嗯 会哦 你可以体验一下 虽然你不知道这个人 这个这个 就可以感受一下别人的经历吧 对 嗯 也可以弥补自己 没有过的经历 对 所以雅的这些 比较冷的角色 比较高冷 这种 非常偶像的角色 那 前不久的这个 从你的全世界路问里的毛十八 正好是相反 他是 呃 比较接地气哈 然后外在上 有点邋遢的感觉 嗯 就是跟我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反差 嗯 嗯 这也是吸引你的地方吗 对 嗯 首先我觉得我是 我是一个演员 很多 角色 我都是必须要尝试的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有那一面 可以去 嗯 是有 是有 是有可塑性的 不想再演高冷了 想演点 接地气的 但是 不用 刻意地控制自己的表情 控制自己 像之前在演一些角色的时候 嘴巴敢不敢张 有一些不敢说话 嗯 觉得 如果嘴巴张得太大 或者是表情太过夸张 那个 勾冷的那个气 就会 碎掉 对 所以想让自己完全地放松 放松去演一个想怎么样 想怎么打闹 想怎么走 都很随便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这是放下所谓的偶像包袱 最好的一个方式 演角色是没有偶像包袱的 对 我自己在生活中也是没有偶像包袱的 嗯 所以无所谓说还要扔掉 对 如果现在有一个 非常非常让我喜欢的一个角色 非常的丑 我都可以去挑战 只要不是让我增肥就可以 我觉得我增肥的话 增肥五十斤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但我觉得你有敢挑战毛十八这种接地气的角色 其实张一白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力 一般别的导演可能未必敢启用你 据说他还亲自飞到这个剧组来跟你谈 对 对 那天见到张一白导演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 他跟我说这个角色是一个垃里垃塌 是一个理工男 就沉浸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很新鲜 哇 我想到一白导演能请我去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知道了还有邓超 还有白白和在里面 都是那么优秀的演员 都是我非常想合作的演员 就觉得哇 机会来了 对 很开心 可以和一些很专业的人在一起演一部影片 对 所以在演的过程中从 你也会有偷学的这种感觉吧 就从每个人身上感知他们的一些优点 对 不光是一部戏吧 每部戏我都会在 都会观察每个人 对 在他们的那个演戏的那种一个过程 嗯 我听当时张一白导演也说 因为三乘三是十里桃花 他是监制吧 他后来又看了这个戏的时候 就会觉得啊 这有点恍神啊 他很难接受 嗯 所以这是一个表扬吗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肯定吧 是肯定啊 嗯 因为他每天都坐在机房里看毛十八 嗯 突然让他去看一个仙剑嘛 可以说是就是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难接受吧 对 由杨阳和刘亦菲主演的电影 三乘三是十里桃花 2017年公映 该片讲述了青秋地基白浅和九重太子叶华的一段 跨越时空的爱恋 戏开拍前 杨阳曾在微博晒出定妆时的照片 整个头部都为了特效而做了倒模 大家直呼太拼了 在《三乘三是十里桃花》里面对你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这个打戏吗 其实之前你也尝试过 因为你学舞蹈的 我觉得拍打戏其实在肢体语言上应该不是太费力 我挺喜欢打戏的 因为觉得男生男演员一定要打 一定要会打 一定要打得漂亮 打得够酷 打得就是打得让观众心服口服 对 也许是男生一定要经历的 所以我在之后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演一部更加硬汉的 或者是军人情节的这种 能够完成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也是能够让我自己更加的享受那个过程 其实在这个当目笔记里面 大家已经感受到你的这个身手了 包括刚才你说就是很阳刚的那种感觉 因为经常有裸上身 当时对你来说是压力吗裸上身 因为他要身材展示要非常好啊 不算是压力吧 你对自己的身材还有自信 虽然那个时候身材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那是 那个 就是可以让我 演那个角色可以让我 之前其实没怎么见过身材 演那个角色之前 对 那个角色 知道要演那个角色之后才开始 所以后来大家看的时候觉得 张启霖这身材很棒 甚至不相信是你的 以为是完全化妆的技巧呢 很多人都不相信 对 说你的腹肌是化出来的 腹肌是假的 对 腹肌是假的 我真的还挺想 就是更加明显的假腹肌 要更酷一点 但是 因为其实 我觉得我也是理解的吧 为什么别人会那么说 因为 有时候你知道 拍戏的时候是要打光的 是要灯光的 比如说那个灯光打上去 就会把你那些阴影啊 自己的那种阴影 全都给磨掉了 对 所以我当时也是 就是让化妆师 会打一些 阴影啊 什么那些的 对 这样拍出来会更好看 对 我是觉得那个角色 让大家看到你这种 就是 酷的一面 嗯 当时拍那个季节是几月份 十一 十一月份 那个时候挺冷的 嗯 那个时候那个棚也没有暖气 啊 我觉得最清楚的是 我拍 我在拍 张细琳 嗯 就是裸露的那种戏的时候 每一条 开拍之前 我都会坐几十个复活车 嗯 希望他能有个充血的状态 对 三十个 每次都是 就一很开始我就三十个复活车 三十个 那一天感觉就坐下来都坐了有四五百个复活车 嗯 对 那最后是还有西藏你要去拍一场戏吧 嗯 那个时候是别人都已经杀青了 对 和自己去 但是你的高原反应强烈吗 那段 那是我第一次去高原 嗯 还是挺强强烈的 喘不上气 那天 刚到的那天 啊 就 在房间里待着了 就睡了一下 我 睡一觉起来就好多了 嗯 在那一刻是不是也对张启玲这个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理解他身上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觉得是我 我去 帮他去完成那样的一个使命吧 嗯 嗯 因为确实也是 张启玲还是一个人物 还是有工作人员陪着我 但是那个镜头摆在那的时候 我一个人从那样的一个环境 走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能感觉到 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很孤单的 嗯 他很孤独 嗯 对 所以拍戏的过程中 走近人物能体会他的孤独 还有就是 每一部戏其实都很辛苦啊 我觉得应该 呃 就拍《旋风少女》的时候 那段 你说是你状态并不是太好的一个时间 对 嗯 那段时间 会有一些伤病吧 那你说伤病说的很轻松 我觉得突发性耳聋 这个想起来我都不敢想象 是怎么样的状况 听不见声音吗 是 拍摄 每天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基本上每天都是实际场戏 而且都是自己的戏 没有休息的时间 睡觉只能睡差不多四五个小时 那样的一个情况 那之后就身体扛住了 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耳朵好像堵足了 听不见 就是有一点点的声音 但是里边就是很难受很难受 也会耳朵那边会发热 就那样 刚开始没觉得 嗯 之后呢 越想越不对 就跟工作人员说了 后来就去医院看 做那个检查什么的 医生告诉我 说你还好 你没有一直不来看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十几天了 你如果再拖了一个星期 或怎么样的话 就很难看好了 因为那个这种发现耳龙是 越早看越好 就等于是你过度的劳累 它里边清清朗吧 可以说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每天 我还是要继续拍戏 状态很差 每天拍完戏之后 半夜差不多 一点钟到医院 要输液 到医院输液 输 得四五个小时吧 四五个小时 对 而且那个液体也是很很难受的 那个液体 就很刺激 那个液体是 它会让你的血管去张开 就是你导入进去 没过一两分钟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血管 这边是很恐怖的 就是像是你要暴走的状态 逐渐的那种张开张开 就鼓起来 张开就是 浑身发热很难受 那之后 输完血到 输完血 输完液 输完液体 输完液到早上吧 到早上 五六点回去睡觉 睡个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九点 九十点开始化妆 联系有十几天 那边真的很辛苦啊 因为我觉得睡眠保证不了 这个太痛苦了 我当时挺难受的 不舒服 我真的是想多多有点休息的时间吧 多能够让自己 哪怕是让自己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也行 所以你看似这些都是偶像剧啊 这个演的都是这种很校草型的人物啊 很光鲜亮丽 但其实背后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的 我觉得每部作品都会有遗憾吧 那种遗憾是不能避免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演这部作品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对那是你无法预知的吧 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去完成最好的一个状态去体现 大家看明星更多的是 关注到他们身上的光环 而背后的付出常常被忽略 所以走红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气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各种困扰和质疑也分之踏来 比如说在演技上还会有一些质疑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很委屈吗 没有委屈 我还年轻 还有很多的空间 还有很多的路让我慢慢去心理 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吧 对 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关注你的人 就会有很多关注你的人 就会有更多的要求 对你就更加的严格 那自己其实心里也会不平衡吧 因为觉得确实对于自己 我们现在这些演员没有什么空间 我们出去去机场 一堆粉丝会跟着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在飞机上也会有粉丝跟着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又会有很多粉丝跟着 开着车跟着你 让你没有太多的 能够让自己去想尝试 想去体验的那种空间 那演员是需要什么 演员我觉得就是需要去让自己 积累很多的经验 让自己的阅历 积累阅历 对就是这样 回到生活中 回到生活中 但是这样的一些 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有很多人回去要求说 没有演技啊怎么怎么 那我都没有经历过 怎么让我们去演 只能靠想象 怎么让我们去演一些 更能够去打动观众的一些角色 真的会有这么疯狂的粉丝 比如说你上飞机 他也会跟在你分机上 对对对 贴身的 其实自己挺不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你跟他们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吗 有把你这种心声跟他们说吗 之前也说过吧 对 但是 也能够理解他们 但是我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多为自己做一点事情 嗯 他们可以支持我 嗯 可以在我有公开的行程 或者是一样的那种时候来支持我 但是我觉得 大家都是需要空间的 对 我也想做一个好的演员 也想有一些自己的 想尝试的一些事情 对 我不想在我 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 我 我后悔 我觉得 嗯 后悔我这个 二十岁的年龄 有一些事情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嗯 我不想做那样的人 为自己而活 对 我可以去演作品 我也会好好的去演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跟粉丝来分享一下哈 就是 他如果更爱你 会更喜欢你的时候 其实应该给你留一些空间 因为这个空间 就是不仅是让你可以能接触到生活 最主要我觉得给你休息的这个时间哈 有的时候可能在飞机上还希望能 这个好好睡一会儿 因为下了飞机就有其他的工作 对对对 但是很多事情它也不能两全 因为我还记得你说 刚拍盗梦笔记的时候 有很多粉丝开始来探班啊 然后包括这个戏播出的时候呢 微博的这个评论也越来越多 粉丝也渐长 那个时候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嗯 嗯 嗯 是的 最开心的就是你的作品 你演的角色得到粉丝支持 后来去关注你这个人 嗯 这是最开心的 现在大家提到你的话 都会觉得你是最当红 最有人气 像这个红 你会怎么怎么看呢 看得很平淡 我觉得 嗯 每个人都是有个起伏的 不可能一直红红 也一直红红 不可能一直 一直这样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珍惜这个时间吧 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那么多人 关注你的时候 多做一些正面的一些事情 你是一个危机感强的人吗 比如在红的时候 可能也会未雨绸缪 我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嗯 我觉得男演员 时间很长 对 不着急 而我觉得 愿 愿年长的一些男演员 更加的能够 体现自己的魅力 我觉得 现在对于我来说 只是 我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那 我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就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属于这一段年龄该做的事情 如果现在让你对刚考录军艺的杨阳说一句话 你最想跟她说什么 你选择的没错 今年是25岁 是吧 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吧 对30岁的杨阳呢 你想告诫她什么 30岁的杨阳应该已经转型了吧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小鲜肉 我感觉不会有小鲜肉这个词了 据说你有一个目标 想做做红烧肉是吗 更加有味道 有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 就会有 更多的人 到那个时候 会有更多的人只是把你放在心里 而不会那么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对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做一个好的演员